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M8月24号的改版消息出来啦 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以获取台韩日三服的改版第一手资讯 首先就是高级珠乌粉末的新用途 它这个是活动 8月25号到9月8号持续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段期间的活动你可以用 300高级珠乌粉末来换 变身制作硬币 那活动期间内最多可以换5箱 然后也可以拿来换魔法娃娃制作硬币 一样是300个粉末 那最多也可以换5箱 然后以及400粉末可以换神秘变身抽卡一张 活动期间可以换3张 一样也可以用400粉末来换神秘娃娃抽卡 活动内换3张 然后以及800高级粉末可以换一张 祝福富裕卷轴 然后这个是活动内可以换1张 这个是非常的CP值蛮高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自从秩序链金关闭之后 高级粉末除了可以拿来做头衔系统以外 现在还有这个活动 可以拿来去兑换 除了这个抽卡以外 其他我都觉得说CP值还蛮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提早准备一下 其实就是死神伺服器的一个兑换活动 那一样是持续两个礼拜 那你可以用名誉币1000个换变身币1000个 也可以换娃娃币1000个 然后也可以用名誉币5000个换一张高级抽卡 变身或娃娃抽卡 那你也可以用名誉币7500个换一罐龙水 也可以用名誉币8000个换一颗万能补充宝石 那这个都是一天可以换一次的 接着就是这个限时贩售啦 8月25号到9月29号 全新的限时贩售技能 那这一次一样是英雄跟传说技能 那我个人觉得应该主要是贩售 上礼拜新增的一些技能 那我也会将上礼拜的全职业技能改动的影片附在下方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复习一下 所以说这个算是死神后的第一次限时贩售技能书 然后接下来就是8月25号到9月29号 持续一个月的死神特殊贩售啦 那你可以用名誉币来购买以下这些东西 比如说欧极皮带啊 或是战斗抢要卷轴 龙珠啊 或是经验值加倍卷 然后防蓝布 然后以及这个消耗品香 跟这个纯白万能药 那这些都是用名誉币来做购买 死神伺服器才能做购买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韩服8月24号的改版介绍啦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P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我小P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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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